就下去 他讲一句根本毫无相干的话 但他吃更多的恩典 很奇怪 刚刚讲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会嫉妒的 因为他是忌邪的上帝 他一定不愿意我们走错路 所以反爱上帝的人 一定恨恶假道 反真心追根水族的人 一定抵挡撒旦 反真心指导上帝喜悦的人 他一定不寻人的情面 那这种专一真诚永恒性的爱的表现 就要求我们不要走世俗的路线 因为你以世俗为义 你就是以上帝为敌 那你说上帝真的要我就走这样一个宅潮的路 上帝到底能不能给我足够的力量 去完成这个使命 这里说他吃更多的恩典 我从前不明白 为什么把他吃更多的恩典 跟下面的一句话连在一起 上帝主当骄傲的人 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 大家说上帝主当骄傲的人 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 什么叫做谦卑呢 我曾经云云悠悠在过去的讲道中间 把一些谦卑的要点告诉你们 谦卑的人是一个永不满足自己所有的成就 而继续不断对真理无限追求的人 这是谦卑的人 如果一个人有这种谦卑的话 永不仔细地追求 永不对我自我的满意 那这种人一定不可能停止在很肤浅的 过去曾经达到了一些部分的恩典中间 一定在恩典上有长进 那么他吃更多的恩典是一个应许 吃给谁呢 他更多的恩典要吃给谁呢 就吃给那些真正谦卑的人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 是一个极客无意的人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 是从来不感到自己满足的人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 是有所成就 却继续把荣耀归上的人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 他是不敢轻看同工 同事弟兄姐妹 总看别人比自己更强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 他一定不会高抬高举 自己所有过的一些的成就 因为他在上帝面前认为 这不过是我应当做的事 是在神面前我做仆人的人 应当行的事 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 最后一样 一个谦卑的人 是继续不断把荣耀归给上帝的人 他不是把荣耀归给自己 不是把荣耀归给人 他把荣耀归给上帝 没有抢夺上帝的荣耀归给他 这样的人上帝继续吃恩给他 那这就应该耶稣所讲的 有的还要嫁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以为有的 都要把他抢去 连他所有的一些都抢去 因为上帝吃恩给前辈的人 上帝就当 那叫他人